中时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 《大脑是台时光机》 听到时光机这个词 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 是哆啦A梦动画片里的任意门 是科幻片里的时间旅行 还是电视剧里的穿越 时光机代表着人们打破时空障碍的梦想 但目前还只是一种幻想 现在这本书却告诉我们 大脑是一台时光机 是一种感知时间的机器 能把你带到过去或者未来 本书的作者迪恩·伯南诺 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教授 对神经科学有着深入的研究 也常常开展关于神经科学的讲座和访谈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 就是迪恩教授从神经科学的角度 探讨时间的科普作品 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作者的节奏 进行一场头脑中的时光旅行 看看大脑中到底在发生着 怎样的时间故事 这趟旅程将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 大脑如何感知时间 第二 如何理解大脑感知时间的错觉效应 第三 为什么说大脑是一台时光机 在探究大脑对时间的感知之前 我们先谈谈时间这个概念 时间这个词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熟悉 以至于平常我们很少会去思考时间本身是什么 但千百年来 哲学家和科学家们一直在思考时间的奥秘 对于时间的理解 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第一种理解是 时间是单向流逝的 一去不复返 过去不再存在 未来尚未确定 只有当下的时刻是真的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孔子则说 试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这种时间观念符合我们头脑中的主观感受 因为我们都能明显感觉到 时间的流逝 我们都活在当下 然而 物理学家对时间有着不一样的理解 不管是古典的牛顿物理体系 还是现代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体系 在物理定律中 时间都是可逆的 换句话说 时间的方向对于物理定律来说无所谓 假如我们写下一组物理方程 描述月球绕地球转 地球绕太阳转的规律 那么 不管这一旋转所经历的时间 是向前还是向后 方程都同样有效 所以 物理学没有赋予现在和当下特殊的意义 在物理学的方程式中 过去 现在和未来同样真实的存在着 它们就像空间中 陈列在不同位置的点 时间当中的现在 就相当于空间当中的这里 我们就生活在这种 由三重空间维度 和一重时间维度 组成的快体宇宙当中 爱因斯坦曾说过 像我们这样相信物理的人都知道 过去 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 只不过是持久 而固执的幻觉 但是 这种时间观念 违背了我们的直觉 我们明明感知到了时间的流逝 难道我们对时间流动的感知 真的是持久而固执的幻觉吗 要解开这个谜题 我们就来到了作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大脑如何感知时间呢 这里要讲到两个系统 一是生物中 它来判断较长尺度的时间 二是神经元之间的突出连接 它来判断较短尺度的时间 什么是生物中呢 有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 在一个交替开灯 吸灯的房间里 饲养小鼠 模拟白天和黑夜 并在笼子里安装转轮 由于小鼠是夜行动物 所以小鼠总是在夜间跑动转轮 然后科学家将光线设置成持续黑暗 也就是关闭了环境中的白天黑夜线索 结果小鼠还是展示出了强劲的节律 能在活动和休息之间切换 这说明动物体内必定存在着某种内部的时钟 这就是生物中 它调控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维持着生物体与地球昼夜周期相适应的节律 那么生物中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于人体之中呢 人体依靠感觉器官接触外部世界 得到的信息传递到大脑特定的脑区 形成听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 但人体并不能直接感知和检测时间 我们没有直接用来感知时间的器官 大脑中也没有特定的区域专门检测时间 作者告诉我们 其实感知和判断时间的功能就内置在我们的大脑中 也内置在我们身体的器官和细胞里 可以说人体的内部便不时钟 人体生物中是怎样进行计时的呢 原来身体中的每种细胞内部都具有24小时节律 这种节律与基因表达有关 基因表达说的是 基因携带着人体的遗传信息 它指导细胞内蛋白质的合成 因为基因表达具有节律性 所以细胞也具有节律性 细胞可以通过自动调节和反馈机制 维持周期性的活动 形成人体内在的细胞生物中 细胞周期性活动的指令来自于大脑 大脑底部有一个名为是交叉上合的结构 接收眼睛传来的光线信息 然后通过激素传递给全身的细胞 让身体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 调节清醒睡眠周期 国际旅行带来的时差反应连续加班熬夜 轮值夜班都会打乱人体的生物中 除了造成大脑疲劳外 还会打乱细胞的节律 影响全身的健康 生物中对节律的计时 是以天和小时为单位的 这个时间尺度较长 不能用于理解语言 判断音乐节拍这样 时间间隔较短的活动 想要判断较短的时间 就要讲到大脑中的神经元 原则上 任何能随着时间规律改变 可复制的物理现象 都能用来计时 比如常用的人造钟表 就是一种规律运动的 时音晶体或者钟摆 实际上 身体也在使用 与人造钟表类似的原理 来判断时间 也就是有规律的震荡 这种震荡的实质是什么呢 我们的大脑镶嵌着 近1000亿个神经元 神经元彼此之间 通过一种叫 突出的接头结构 相互连接和沟通 突出前后相连 组成庞大的通讯网络 突出前神经元 输出一个化学信号 通过突出接头 传递给突出后神经元 产生相应的电信号 从而完成了信息的传输 这就像踢足球时 队员之间的传球 神经元之间的连接 有特定的方向 还有可塑性 这种可塑性 对于计时至关重要 什么是可塑性呢 神经元之间传递信号时 信号之间的时间间隔不同 产生的突出强度不同 相应的电信号就不同 所以突出的强度 就包含了时间信息 那么神经元 也就可以判断 不同的时间间隔 这就叫突出可塑性 当然 这只是关于大脑 判断时间机制的简化说明 实际的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 一立方毫米的大脑皮层 就包含十万个神经元 数亿个突出 为了解释大脑皮层 怎样处理时间 作者提出了一套模型 称为状态依赖网络 所谓状态 我们可以打个比方 桌子上有若干个抬球 每个球处于不同的位置 和运动情况 那么抬球系统的状态 就可以由每颗球的位置 和运动来界定 理论上 只要知道了某个时刻 抬球的状态 我们就能了解 它在过去或未来 某一时刻的状态 类似的 对于神经网络而言 特定时刻 哪些神经元正在产生信号 以及这些神经元的突出可塑性 就可以反映 当前大脑系统的状态 由此 我们就可以利用 大脑系统状态的变化 来判断时间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大脑与人造时钟 有一点不同 机械时钟和时音表 除了规律运动的 钟摆或晶体 还额外需要一套齿轮 或数字电路 来对每一次震荡计数 这里就有两套系统 而大脑判断时间的能力 蕴藏在所有的神经回路中 每一部分神经元 都为计时做出了贡献 这里只存在一套系统 而且大脑系统中 不是只有一个计时器在工作 而是很多计时器 同时在工作 想象你在厨房中 同时煮鸡蛋 炒面和烤面包 用了三台设备 需要设定不同的闹钟 一种策略是用一台闹钟 设置三个时间 另一种是用三台不同的闹钟 分别计时 那么很显然 第二种策略更有优势 当你听到其中一个闹钟响起 你马上就能知道 应该关掉哪个设备 从而有条不紊的 完成三份料理 大脑就是采用这种 多时钟策略来计时的 有利于我们在特定的时刻 完成特定的任务 总结一下第一个问题 大脑依靠神经元的突出可塑性 来判断和记录时间 神经元可以选择性地 响应不同的时间尺度 通过大脑内部的多个时钟 我们得以完成和协调 不同的时间任务 所以说大脑是一台 判断时间的精妙机器 这台精妙的机器 不仅可以计时 还可以产生各种感觉 前面提过 我们都会感知到 时间一去不返 但这种感知 是不是大脑的一种错觉呢 我们感知到 外部世界的颜色 气味都是经过 大脑加工的产物 同样的 大脑也创造了时间感知 错觉并不是指错误的感觉 而是说 它是心理构建的产物 它是对外部物理现象 不忠实的反应 所以接下来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如何理解大脑感知时间的错觉效应呢 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 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调侃 和漂亮姑娘在公园长椅上坐一小时 就像一分钟 但在火炉上坐一分钟 就像是坐了一小时 很显然 同样的一分钟 同样的一小时 在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心理状态下 就会造成不同的时间感知 人在不同的情绪刺激下 对时间的主观感知 也会有所不同 在危险和紧张的情绪上 大脑就像进入慢动作模式 而在开心愉悦的情绪中 则会感觉到时间飞快 19世纪 就有科学家采访了一些 经历过严重下坠 车祸 或者濒死体验的人 95%的人都报告说 在那一短暂的时刻里 人的反应变得很快 但头脑中的事件 仿佛在慢镜头播放 对于经历高度情绪化事件的人 比如在观看恐怖片 参加跳伞等活动后 人们往往会高估事件 持续的时间 相反 当你感到很开心 看自己喜欢的小说 或投入追剧时 你往往会感觉 时间过得特别快 关于时间感知错觉的 一个典型例子是 假日悖论 在前往度假圣地的途中 因为飞机延误而等待的五个小时 似乎慢慢无绝期 而在游览圣地时 所度过的兴奋的一天 仿佛飞逝而过 然而戏剧性的是 一个星期之后 航班的延误 仅仅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片段 而在度假圣地 充实忙碌的一天 却似乎相当漫长 在机场等待时 是一种前瞻计时的模式 你正在经历计时 这种计时 依赖于我们大脑中的计时回路 而当你回忆的时候 却是一种回顾计时的模式 它更多的是 重新构建了 储存在记忆中的时间 来判断时间的流逝速度 前瞻和回顾计时 带来了差异巨大的时间感知 以上的种种经验证明 在许多情况下 我们对时间的感知 会发生扭曲 人脑具有压缩 或膨胀时间的能力 这其实是大脑的一个特点 我们每天都会用到 比如 我们跟婴儿说话时 会放慢速度 延长讲话的时间 讲座时间不够用了 会加快语速 缩短讲座时间 用不同速度 执行相同动作的能力 是人脑系统的一种基本特征 时间感知 不仅受到背景 情境和情绪状态的影响 还受到空间感知的影响 这怎么理解呢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 对儿童进行了观察实验 他让儿童观察 两种不同颜色的玩具蜗牛 蓝蜗牛和黄蜗牛 沿着平行线 从同一位置 同一时刻开始移动 并在同一时刻停下 蜗蜗牛的速度更快 所以走得更远 然而儿童在目睹整个过程之后 还是会错误地认为 走得远的蜗牛 是后停下来的 皮亚杰的很多实验都发现 只有当儿童理解了空间和速度的概念之后 才能逐渐理解时间 进一步的理论指出 人类主要用空间来概念化时间 我们理解时间概念的能力 是在导航和理解空间的神经回路上增幅而来的 因为对于大脑而言 空间是个更容易理解的领域 想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描述 时间的语言 是不是都与空间概念有关呢 比如说 短期供应 长期以来 而且空间和时间之间的关系 比语言层面还要深刻 作者提到了这样一个研究 相隔同样的时间 依次在计算机屏幕上 闪现左中右位置的三个点 然后询问受试者 前两个点之间的时间间隔 是否长于后两个点 事实上 两次时间间隔是一样的 但是当左边点和中间点之间的距离 大于中间点和右边点的距离时 人们往往会认为 前一个时间间隔更长 这种对时间的误判 称为卡帕效应 它表明 两件事物之间的空间距离 影响着人们 对两件事物之间相隔时间的判断 总结大脑对时间产生错觉的原因就是 对时间的感知 建立在空间感知的基础上 同时 我们对时间流逝的感知 往往容易受到环境 情绪和空间的影响 说清楚了大脑对时间的感知 建立在空间基础上这一点 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三个问题 也是本书书名的问题 为什么说大脑是台时光机呢 这是因为大脑不仅能判断感知时间 还能记住过去 预测未来 在精神时间线上来回跳跃 这就类似于时光机的穿梭功能 心理学家把这种能力称为精神时间旅行 展开精神时间旅行是一种人类特有十分重要的认知能力 正是因为有这种能力 人类懂得在春天提前播种 来防范冬季可能带来的饥饿 也懂得修筑房屋来抵御可能面临的风吹雨打 另一方面 精神时间旅行的能力 让人类能沟通过去的事件 总结过去的经验 任何一个个体的记忆容量都是有限的 最后也会随着死亡而删除 精神时间旅行能力 让我们预见到后代可能会需要哪些记忆 从而去传授跨代的记忆和知识 创造共同的未来 可以说精神时间旅行是人类文化的基石 当然在精神时间旅行中朝着未来走多远 不同的族群和文化有着极大的差异 人类学家就在亚马逊丛林中 发现了一只原住民部落皮拉汉人 他们似乎从不为未来发愁 从不储存食物 一次不会做一天以上的计划 这和大部分人都不一样 而现代人则越来越受到时间短视的危害 不断攀升的信用卡债务 退休后的收入不足等财务困难 通常都是由于短视行为造成的 暴饮暴食的短期满足 牺牲了长期的健康 在社会层面上 一些国家对待气候变化的态度 反映了集体的时间短视 人类大脑是数亿年进化的产物 人类的祖先也曾是活在当下的动物 如今大脑的进化仍在进行中 我们还在学习如何平衡 及时满足的诱惑和延迟满足的好处 研究表明 让人们在做决定时 进行精神时间旅行 可以促进人们选择延迟满足 在一项研究中 受试者需要做一系列跨期选择 比如每月放一天假 或者是年底放12天的假 当后者的选项中 加入去巴黎度假这样的措辞时 受试者会对未来事件产生心理想象 想象出度假时的美妙场景 这时他们会更多的选择延迟奖励 也就是到年底集中休假 所以精神时间旅行 可以修正人类时间短视的倾向 那是什么让人类的大脑 具有这种精神时间旅行能力呢 精神的时间旅行 需要不同脑区的协同工作 是一项相当复杂的任务 它包括以下步骤 接入过去的记忆 用这些记忆来唤起未来的场景 理解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差异 判断行动的结果是否可取 记住自己想象的情景 最后抬取决策和行动 大脑皮层的内侧涅液 可以提供接入过去体验的路径 而前额液皮层 可以灵活地操纵这些记忆 预想评估新的场景 如果前额液皮层发生病变 人就会更倾向于短视 而不是预见未来 存储提取和重建过去的信息 是展开精神时间旅行的重要环节 患有失忆症的人 不仅很难描述自己昨天做了什么 也很难提前计划自己明天要做什么 所以记忆是精神时间旅行的必备条件 我们的记忆分为两种 语意记忆和情境记忆 什么是语意记忆呢 如果记忆的内容与语言的含义有关 那么你大脑所做的活动就是语意记忆 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很多必须记住的知识 那时候大脑就是在进行语意记忆 假如你有一段童年记忆 在公园里你沿着湖边走 冬天的湖水接了冰 你想踏上去试试冰的硬度 结果冰裂了 你掉进刺骨的湖水里 在这段记忆中 公园的名称 湖的位置 水会结冰 这些基础知识就是语意记忆 而情境记忆和事件发生场景相关 是指精神上重新体验这件事的能力 你的意识仿佛看到了冰 感到很冷 你还回想起湖水很浅 你爬上了岸 语意记忆就像你看的一本书 不论你什么时候看 早晨或者是傍晚 书中的信息都是同样的内容 与时间无关 而情境记忆则通常带有时间标记 描述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着怎样的感觉 语意和情境记忆 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精神 在时间线上前后投射的基础 语意记忆提供了基础概念 而情境记忆则提供了具体的体验 最后我们来对今天的这场精神时间旅行做一个总结 时间的本质是什么 学者还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 一种观念认为 时间一去不回 只有现在是真实的 另一种更被物理学家接受的观念则认为 过去 现在和未来 同等真切 我们的大脑是一台最棒的时光机 它不仅可以用精妙的神经机制 来判断时间 创造时间感知 还能让我们在精神上 开展时间旅行 从而创造更美好的 未来 好 大脑是一台时光机这本书 就为您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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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